現在每個政黨都要爭取年輕選票 那現在爭取的最成功是柯文哲 國民黨是底面年輕選票最少 所有選台北市黨的人 最年輕人是蔣萬蘭 蔣萬蘭沒有年輕選票 有沒有可能 大家會有七寶效應 最後不投柯文哲投給國民黨 其實不太容易 柯文哲的支持者是年輕的表哥 那他們其實政黨的色彩不明 他們的選票過不成的一档果 可是他們也不明 現在每個政黨都要爭取年輕選票 那現在爭取的最成功是柯文哲 柯文哲反正講一些無理頭的話 大家聽得很開心 就不管他的人力了 大家聽了就爽嘛 國民黨是裡面年輕選票最少的 所有選台北市黨的人 最年輕人是蔣萬蘭 蔣萬蘭沒有年輕選票 剛剛董哥講到費沒有中間選民 跟年輕選票會輸的話 那總統是不是也是同樣的意思 沒有藍白河科批一定輸 所以國民黨也會因為沒有 如果中間跟年輕選民輸給新民進黨 這個部分我的立場 其實跟吳子嘉董事長不太一樣 我認為中間選民跟年輕選民 不會最後因為氣保效應再過來 氣保效應已經是一個很老很老的概念 就是有什麼東西比輸贏還要大 那其中一個就討厭民進黨 好啦 但現在問題是你討厭民進黨 你投給某一區 某一個人不代表一定會贏啊 那後來的年輕人會想 那我不如忠於我的忠心思想 這個在現在的這個狀況之下 他才變成一種主流 他們要問董哥說有沒有可能 大家會有氣保效應 最後不投柯文哲 不投民眾黨投給國民黨 這個其實不太容易 因為柯文哲的支持者是 就是年輕的比較多 那他們其實政黨的色彩不明顯 他們自己有做過民調 做過調查 柯文哲自己也很清楚 那他們的選票過不成可以當選 可是他們也不離不去 就看黃珊珊可以拿25%以上的選票 我們知道立委的選區 柯文哲總統也對選不上 立委73個選區 民眾黨也選不上 區域也比較難 因為他只有第一名會當選 沒有第二名嘛 因為他不是大選區了 以前是大選區 你可以列出來 譬如說到第8名都會當選 可是現在是1對1 所以柯P為什麼這次非要選總統不可 因為他要拉台部分區 希望能夠到80 黃珊珊最快民入民眾黨 渴望列部分區替柯文哲衝政黨票 我說這就合理嘛 就是黃珊珊應該要加入 因為他訪美的時候不能沒有身份 我覺得這是民政言順 那也不是我們一直在那邊 要求黃珊珊是怎麼樣 你今天是在民眾黨的福祉跟協助之下 然後當年選了 台北市長選得還不錯 那你應該要加入民眾黨 重新在河流啦 那中間拖了一陣子 但是我也覺得不行